历史探秘一 捉路之战到底历史上有没有发生 捉路之战是中华民族上古时期最为关键的一场战争 它奠定了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基本局面 这场战争到现在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 那么这场战争到底有没有真实爆发过呢 具体的情况到底又是如何呢 在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发生呢 捉路之战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到了现在基本很难找到当时的记载了 几乎没有那个时期的出土文物的记载 最早的记载都是来自于春秋战国时期 而在这之前少有那个时代的记载 甚至在春秋战国时期 对于皇帝这个人物的存在与否 都有着很多的怀疑 比如载宇就曾经询问孔子 听说皇帝活了300岁 那么他是人吗 如果是人怎么能活300年呢 而且子贡也问过孔子 皇帝听说有四面 可信吗 可见在当时对于皇帝的存在 有着很多的怀疑 而且根据史书来看 皇帝最早开始祭祀始于战国时期 所以有不少学者认为 皇帝其人就是不存在的 所以自然捉路之战 也是不存在的 同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 这场战争是真实存在的 并且认为先民的神话故事 就是那段历史的剪影 反映了那场战争 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经典的 以弱胜强的战役 这场战争 皇帝能够取胜更多的 是依靠合理的战术 天时地利人和的利用 才击败了兵强马壮的赤幼部落 建立了对于中原地区的掌控 对于之后华夏民族的发展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为那段时间距离 现在实在是太遥远了 所以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场战役 已经很难考证了 但是小编还是认为 这场捉路之战能够流传这么久 一定是有着道理的 应该是真实发生过的